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那座桥是老桥嘛 它两边居民区都比较节重 很多年了 那个可能有个二三十年吧 小区应该在99 9899吧 桥梁我们见的时候桥梁已经在了 这个项目很早了 就是这个张家港河道所谓省洁 省洁河道桥梁改造 改固定项目 加宽更升高了 特别是升高 现在就是具体的大概厅势说 架高三米吧 一个是影桥变长了 你原来那个出路的路口 就变得给影桥挡住了 整个小区呢 我们那个地方 只有一条主路 如果这条桥 就是按照现在的方案去 这个话 这个进出 进出小区就没有主路了 这里我们就是它目前的情况 没有去表达清楚 有五米的 有六 有七米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桥梁跟房屋 就是要去之间进 那这个安全 安全隐患 升高以后就是 原来跟我们的 靠桥一车的基民 影桥的高度 就那个要半层 一层半楼高了 第三 就整个采光超音灰尘 现在就改成了一边拆了嘛 就是东面拆了西面不拆了嘛 我们就在西面嘛 大概基本在 两百二到两百五十 五十平方两层啊 就是一栋嘛 六七千块钱嘛 就是一百多万一栋嘛 那么其实最有效的就是拆迁嘛 拆掉一排嘛 第二种 如果说你既然东面也拆 那么要么你就把桥移位 这个把那个空间距离留出来嘛 因为是微桥嘛 那么包括升障县是三级航道 那么省里水应加速吹得也比较紧 所以从去年开始吧 开始改造的 那么那个位置呢是原子 就是原来老桥 有没有微桥嘛 拆掉 然后还是按照三级航道标准进行改造 那么桥是和原来相比是进空式拉高的 宽度啊什么都没有变 第二个 那么整体拆迁这一个分工呢 我们是因为是政府的工程吧 我们都有分工的 是由故山镇人民政府在弄 第三个呢至于它反应的所求的 因为从我们自行设计单位 包括可能和设计单位 包括我下面的技术人一样参加 他们地方政府的已经给他们答复了 应该说没有他们说的那种情况吧 宽度没有变 高度嘛 因为按照三级航道的标准 那么是原来是五级航道 现在改要改到三级航道 进空是变高的 那么有影响的吗 肯定我理解 因为具体是政府 它真政府在具体组织啊 有影响的吗 肯定是没有影响 或者是影响在我们 国家规定范围之内的吗 肯定是不拆了 你说拉高了 那么浙光我们都有标准的 都答复它了 都有标准的 不是说我任何营养感灶 我旁边全部拆掉 都是按照技术规范标准的 对吧 冰箱在可控 冰箱在可控 相关的一个技术规范 它大桥肯定要 有相应的一个实际 规范来设计的 然后就是一些 一些就是这个建设方面也好 然后这个施工方面也好 都有特地框框的呀 都有国家法律法 和标准的呀 技术规范的呀 如果说施工有影响的 后续可能也会拆 因为这个桥还要先要拆 开了之后还要重新建 那么不排除可能后续施工过程当中 可能会影响 机面的有些比较近的 可能会影响到 那可能也要那种消息档文